亚当斯表示,白思豪的计划要等到2022年才生效,而那时纽约市将选出新市长,他对天才班有不同的打算,将扩大加速学习的机会,同时他会评估所有孩子的天赋,而这些评估将是一个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,才将给包括阅读障碍和其他学习障碍的孩子们提供平等机遇。 同位民主导人的白思豪在一周前宣布,2022年要启动一项逐步取消天才班项目的程序,具体内容是,纽约市公校系统将于2022年起,停止针对四岁儿童的天才班招生考试。 作为替代,公校将致力于提供加速学习模式,让学生们在普通课堂上学会使用机器人、计算机编码以及社区倡导等更高级的技能。 早在此前,就有天才班的批评人士指出,目前的模式偏袒白人和亚裔学生,他们占该项目的75%,批评人士还认为,该项目不公平地偏袒富裕家庭,因为这些家庭可以花钱请家教,帮助他们四岁的孩子准备入学考试。 而一些亚裔家长则对取消天才班表示不满,原因是该计划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了一条出路,让他们可以离开表现不佳的学校,最终摆脱贫困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中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近百一年,老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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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的空间黄大大大大大大大小的币新闻。